橘红色火光从窗户窜出 大火烧不停 黑色浓烟直窜天际 一截后民众报案室外冷气机起火 警修立刻赶来现场 消防人员出动云梯车从高处布水星灌旧 分别从起火库楼上和楼下各疏散一名女住户 其中一名老妇人行动不便相当惊险 当下冷气机不断传出爆炸声响 附近民众紧急疏散 现场拉起封锁线 火警发生在台北市环河北路 30号晚间民众募集住家室外冷气机突然撞火 燃烧面积大约30平方公尺 幸好当时屋主不在家 警修在短时间内把火扑灭 火警意外疑似就是冷气室外机起火 现场可以看到冷气机燃烧之后 是从三楼直接掉落到了一楼的地面 幸好是没有拨挤到五国民众 最近天气相当眼热 民众开冷气的时间长 警消野这些民众冷气都得要定期检查保养 却仍没有异状并也类似的意外在发生 TV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